好,最后一个就是来看20年出生人口的趋势变化 你看一下这一张图 比较有意义是你看这20年这个死亡人口数是不是逐渐在增加 那相对的我们来去看一下 再往右 这个我们单独来去画出生人口数20年的一个编年史 看一下插入数量分析表确定 然后接下来年放在列这边就是20年 再来出生人口数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画图了 直接画这个图 这条图确定 我们的少子化确实确实是事实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在推一些 就是育儿津贴的政策也确实有奏效 就是2011年这个时候有大幅的上升 2012、2013、14、15、16 对吧 然后慢慢又开始又再减少了 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应该是还蛮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时候 接下来就看那个比例了 比例这件事 我们先算死亡率 请问一下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应该叫做20年的出生 人口数的一个趋势 可以吗 这个相较于 相较于这个了 2020年死亡的人口数趋势 这是这20年的趋势 我觉得这张图案还蛮有它的价值 所以有一些好的社会政策 应该可以帮助 是有帮助的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观看一下 各位我们刚刚讲这个人口数 不管我们的出生或死亡 它算的都是这个行政区 无分性别的人口数 对不对 你看像这个死亡人口数 没有分性别 所以我这边这个人口数 我也不能 就是这个松山区 这两个数字要加起来 就对了 好 所以呢 我应该 应该要再进一步的整理 也就是说 我可以透过插入 书纽分析表 确定 去把人口数整理 我要的是 性别不要 我只要那个 民国行政区 然后的人口数 因为就好像说 我们在这个死亡人口数这边 它也就是民国 然后行政区 然后死亡人口数 对不对 好 所以你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是不是要整理出来 就是人口数字民国加行政区 加人口数 这三栏 好 首先 首先 首先就是 我必须要先去做书纽 分析 然后 接下来呢 人口数里面 这边我要放的是 各民国年 然后还要各行政区的人口数 就是 它如果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 两个可以放在一起 然后产生三栏 就做完了 可惜不行 我就必须要多做一个叫做 取消资料行数 这件事就对了 好 然后我产生了这张资料表之后呢 我就 选到这个整个范围 不要总计哦 总计不需要 好 复制 然后 到这边 去做选择性贴上 值 确定 那 因为这是民国年 所以我们就把这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改成数字 这是民国年 好 我想这 因为你们做的书纽 这么多次应该也熟悉了 反正这张资料表 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把它长成像 像这一个样子 就是那个民国年 然后行政区 还有就是死亡人口数 那当然这边是人口数 所以 所以就用 资料 然后从表格 他就自动帮我去抓这个表格 确定 然后 接下来就是民国年 然后 这些行政区 然后就全选 选 选到万华区 去做 转换底下的取消资料行数年 然后 然后请改名字 请改名字 这个叫做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 这叫区 行政区 这个叫做 人口数 人口数 然后请把它改成 改成 整数 那各位 这个数字应该是用递增的概念 递增 递增 86 一直到 对不对 那相对的 请问一下 这边递增了 行政区这边 行政区这边 是不是也要用递增的概念 所以这边的排序 他就没有两栏之间的一个排序来的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回到以色谣那边再做排序 常用底下的这个 关闭并展入 然后这张资料表叫做 人口数 可以吗 请你们先做出这一张资料表 这个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因为 我到时候想要去结合的是 出增人口数里面的这个值 就是 我想要有 既然这边已经有人口数了 所以呢 呃 这个 这个地方 就变成 我要取相同的key 来去做 Vlookup查询 所以 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我会把 这里面 常用取代 里面的区 全部都拿掉 好 那也就是86年文山 86文山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会增加一个新的名称 新的名称叫做 这一格 end 这一个 它叫86文山 相对的 我就要去找死亡人数里面的 就是 相同的这种key 的组合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 表格比较的关系 一定要插入到这个死亡人口数之前 所以一定要插入在这里 等于 他 end 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新的key 就是这个新的key呢 假设我取名 取名叫做 这边也需要有一个新的key 等于 民国年end 这个 行政区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死亡人数呢 选选 假设这叫做 死亡人数 所以 我就直接取名 death people 记得哦 建议 这个 这个内容 一定要排序 一定要排序 好 再来 出生人口数 这个 这个范围 我就叫做是 don't people 出生人口数 然后 这个key 二 一样也排序 好了 接下来 我的人口数 就可以去搜寻了 这个就是我的key了 我要去搜寻什么 出生的人口数 出生人口数 怎么做呢 就是用Vlookup 来去查询 所以我去查询 这一个 86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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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哪里查 因为是先查出生 所以在bong 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查 里面的第几栏 第二栏 是我要的 而且是要完全符合 那 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在写这个函字的时候 多 最好是用那个if error 为什么呢 因为 if error 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成立的时候 它会呈现出来 不成立的时候 我放空值 空值就是这个 好 那当然86年那时候没有 可是有看到吗 90年这边就有 有这个人口数 好 那接下来还有死亡人口数 死亡人口数 然后 一样 一样 这边 只是把这个名称换掉 好 其他都不用变了 一样也是用这一个来去找 可以吗 就全部都算好了 好 然后 因为这一段 这一段 那个 我把率算完 我放上去 放到成立 你们就去下载 我们再去画那个图照了 你看 接下来就是出生率 出生率的计算 出生率 出生率等于什么 等于 就是 这一格 出生人数 被 人口数 来除 ENTER 记得 IF ERROR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数值 就不算了 可以吗 然后 那死亡率呢 死亡率呢 死亡率只有哪一个地方要改 这个 这个要改成这个 好ENTER 就算完了 可以吗 但是我建议 这两栏的格式内容 要用百分比 然后通常百分比我都会 增加小数位移位 就是 我只会 成见到移位 好 好 等一下我们就是拿这个 拿这些内容 来去画图 来去画图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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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好 ITE 可以